新一年新開始 一起跟米芝蓮找街頭小吃 2018的米芝蓮已經出爐了 很多街頭小吃都上榜 適合我這個臥底 來到深水埗這間文記車仔麵 之前條隊已經要爬到這麼長 如果上房後怎麼辦呢 會不會排到那邊呢 先排隊 十大必食推介 很多選擇 豬手 魷魚 我想要雞翼 不好意思 雞翼 蘿蔔 玻璃魷魚 還有辣魚蛋 這些辣汁都是自己可以選多選少的 那我先選少少 有所不知 我可以說是很喜歡吃車仔麵 所以我真的無名以來 一定要試試這個龍的車仔麵 一看湯底的濃烈程度 就是非常濃烈 因為我感覺很深色 有些車仔麵的湯底很甜 這個不是太甜 也有點像台灣龍的湯底 這個就是非一般的魷魚 它叫玻璃魷魚 好似比其他那些就是爽爽的 即是 灑灑青 我很喜歡吃爽爽的東西 這個適合 辣得來更加魷魚味 現在是魚蛋 魚蛋很可愛 相對小粒 大小看起來就像陳皮魚蛋 你有沒有吃過 不要管了 我先吃 魚肉味比較重 魚肉的意思 是煎釀三寶那種魚肉味 是否喝過 是呀 我知道你這樣說 這些雞翼非常有名 就是滷水 不是 是瑞士汁雞翼 醬糊糊糊 挺肥肥 吃雞翼有時很厲害 不過好吃的雞翼就不要緊 它的瑞士汁甜甜味 但是不太甜 沒有影響到雞翼的味道 而且最重要是 到底 都還能吃到瑞士汁的味道 所以我建議 你不要放在湯裡吃 令我咬很少味道 否則又鹹又甜 反而有點奇怪 油麵一流 很入味 但沒有其他油麵很乾 而且有些奇怪 油溢味 雖然油麵好像很肥 炸鍋 但我說車仔麵 一定是吃油麵 哪有人吃米絲 吃油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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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老闆 我想問為何這個玻璃魷魚這麼好吃 因為這個玻璃魷魚 每個醬汁都怎樣添加 我們這個肥脂辣汁混合 乳酪油油的大辣味 而且乳酪味很爽 所以很爽又脆 我想問一下雞翼又如何 其實它是滷水汁還是瑞士汁 瑞士汁 我聽到有人叫滷水汁 我問是否叫錯另一種呢 因為這個麵通常都喜歡加滷水汁 令麵更好吃 對 米芝蓮那個是名德虛傳的 首先是魷魚,然後是雞翼 這裡有這麼多的菜 加上一杯飲料都是六十元 排隊也值得吧 記住是深水埗 來吧,排隊,吃吧 嗨,嗨,I love you 聽我的聲音就叫我I love you不值 我想問問你,還有沒有沙芙尼賣嗎 有啊,我們 好啊,那我很快來到,謝謝 好啊,再見 再見 光聽我的聲音就叫我I love you 如果看完我的樣子,還不叫我I love you too 原來叫I love you Dessert Bar 我們還是吃Dessert吧 哇,賣相很漂亮 日本紫薯梳菇梨Pancake 有紫薯片 紫薯蓉 還有紫薯仔 還有豆腐冰糕 好,一來呢 大家先嘗嘗一個蘇姆尼 聞一下,哇,很厲害的蛋香味 很沸騰的感覺 可以叫做甚麼呢 像氣泡一樣漂亮 不太黏 好,連上紫薯蓉一起吃 這樣就吃到紫薯蓉味 很有趣 因為這邊的紫薯蓉是黏的 這邊的就是空氣撞的 所以撞到口裡 感覺挺有趣 豆腐味的雪糕 加紫薯味,為甚麼呢 真是用紫薯太甜 吃豆腐,清新一下 聽說呢,這裏的奶油也很有名 配合這個蘇芙尼 好像是更加能夠甜滿你的口感 一人而異 因為我自己不太喜歡吃奶油 我覺得奶油的味道很搶 還有,我怕胖 雖然我知道你說怕胖 就不要吃甜品,裝模作樣 我明白的 但我自己呢 我喜歡少一點奶油 其實我是一個男士 我很喜歡吃甜品 這裏也有個喜出望外的感覺 聞起來有蛋香 吃起來挺有新鮮感 紫薯蓉不太甜 還有,四十五元也值得 好像原味三十元也不用 所以不妨一試